配合节能减碳以及循环经济政策 台中大甲区农会推广 农产运销使用折叠栏来替代纸箱 除了永续循环利用 也不易受到天后的变化 造成了纸箱变形损耗 进而影响到了蔬果的品质 导致拍卖价格波动 苦瓜打包装箱 响应政府节能减碳 农民开始采用 可以回收循环的折叠栏 回收回去再整理再送出来 可以箱子不要坏掉 可以用10处20处都没问题 打开完成三秒内搞定 省去传统纸箱 还要使用胶带风箱的时间与成本 不仅提升整体蔬果品质 也不会受天后影响 造成纸箱变形损耗 导致蔬果拍卖价格变动 而这一个个黑色折叠栏 回收经过清洗后 可以使用30到50次 相较以往纸箱一次性消耗 大幅减轻农友包裁成本之外 也减少环境负担 现在大甲区农会积极鼓励 更多产销班一起加入 使用折叠栏的行列 并提供相关补助减轻农友负担又环保 每个指向就将近30块上下 那可是这个折叠栏 这个目前的实行方式 政府有补助给农友有10块钱 市场也有补贴给他10块钱 那加上农会这边也在补助给10块钱 那这样子来讲 对我们农业的成本的负担 在就营销上面来讲 它降低了很多 实际行动响应环保 在行销农产的同时 让资源永续循环再利用